脑穴栓瘫痪快速康复案例 他胸闷呼吸困难 从脸到脚全身浮肿 脸色苍白乳房肿胀 需要两个人帮忙翻身 因为他胸闷呼吸困难 所以义工们先帮他按推原始点解症 按推完呼吸就顺畅了 接着帮他涂姜粉泥 从前胸后背倒四肢 每个部位都搓了三遍 一般经历下去 是有点接近的 看起来的那种 有点准备 在外面的看起来 是有点准备的 这种人有点准备的 是有点准备的 但是于是有点准备的 当时收拾的 是有点准备的 是有点准备的 这是一个准备的 第二天3月12日 处理方法一样 按推全部原始点 即前胸锁骨心窝到侧面的肋骨 按推完后就能仰躺坐起来 继续涂姜粉泥 喝姜粉泥补充体力 第三天3月13日 只需扶一把就站起来了 体力好转 接下来三个礼拜 两天按推一次原始点 两天全身涂姜粉泥按推 内热源和姜粉泥外 增加运动量 四个小时左右 没有知觉的半个身体 也开始有感觉 并且能动能耸肩 不听使唤的手也能使点劲了 脚也不画圈了 全身浮肿状况好转 已经不需要坐轮椅了 不拿拐杖了 走路和爬楼 开始爬楼 是正着上反着下 现在每天走路爬楼 四到六个小时 可以爬九十层楼 从全身贪软无力 行走困难 到现在 行走自如 正常抬腿爬楼 真是不可思议 哎呀不错不错 加油 你看看他那个 腿太那么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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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用事实 告诉身边的人 原始点是能解证的 这些在其他医学上的难题 用原始点 很快的就能解决 自己很开心 家人也不再担心 今后会投入原始点 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感恩张医师 如果没有原始点 如果没有原始点 就没有今天 大家好 我叫周鸿莹 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 我从2013年开始学习 原始点 是跟着老师的光旁和书记学习 也帮助身边的家人及朋友做原始点 为了更好的学习原始点 我去过很多 全国各地 结果学来学去 发现越学越杂 有很多做原始点的地方 虽然打着原始点的旗号 但是在搞其他的 搞发明创造 和原始点学习的内容距离越来越远 甚至于有些地方 做着原始点 还批评原始点 为原始点这个学员 颁发所谓的资格证书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 我迷茫了 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面对病患又不能完全解证 不重视热源的品质 不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运动 或者是带领病患做运动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个水平 也不觉得自己差距有多大 只要有人能来学习 就因为我们是在弘扬原始点了 今年三月份 我突然生病了 我相信只有原始点能够救我 其他的方法都不予考虑 来到了吉林 我认识到 我们又存在着很多不足 观念 热源的品质 外内热源的正确运用 运动等等 在现在 我才真正的相信 原始点的解证速度之快 我和众多的病患一起康复 这是之前 我只有听说没有亲眼见到的 通过学长们的照料 以及印证注意的 查找他处体伤和患处体伤 我的病情好转得非常之快 几乎每天都有电话 家人和朋友们对我的康复 都表示惊讶 我也感受到 这才是真正究竟的原始点 见证了原始点的解证速度 从心里敬佩张医师的智慧 以后 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服务于 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也借此机会 奉劝那些 曾经乃至现在 还跟我一样迷茫的原始点家人们 要正确认识原始点 改变以往的观念和学习方法 学要有所用 把理论运用到临床上 学习原始点是为了解证的 一定要跟着老师学 没有老师是绝对走不远的 张医师研究原始点二十多年了 我们能参与其中是多么荣幸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张医师的德行 学习原始点的精神 护士原始点的清流 不被污染 为原始点的正确传播 助手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再次感恩张医师 感恩所有付出的人